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这两天大盘在跌什么 我相信头一秒你很清楚 美国跟北韩之间关系的紧张 让全球股市受惊了 这不是第一次 在今年度的一个4月份的行情 你也看过台股曾经回档几点 跌掉了350点 两个疯子因为政治的角力 成口舌之快 你议员我一句的 讲得好像两个国家要打起来的样子 当时候我们告诉你 非经济力空 那是一个弯腰减钻石的机会 当时候台股跌了350点 我告诉你 弯腰减钻石 结果台股涨了1000点 所以这次的行情如出一测 三天跌掉300点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非经济力空 每次它发生的同时 对前九股市当然会反映 不过都是短暂的 所以几跌当然是你的机会 多头行情还涨几跌 把握住今天难得 这种非经济力空 所创造出来给你弯腰减钻石的一个机会 而且今天台股打到季线 季线目前是中多 是往上翻扬的 所以不管季线有没有跌破 它还是会上 之前你看过吗 假跌破季线一样上 这我特别要提供给你个操盘重点 所以今天我都告诉你买股票 该卖股票时机不是今天 是在前天之前 甚至上个礼拜 上礼拜我们告诉你 我郁金光可乘我都卖掉了 你怎么会在今天 因为两个风子的言论 让台股回了300点 你去做沙滴的动作 千万不可 所以我一些股票没有卖掉的 我也告诉我们会再度的加码进场 这我提供给你今天我的看码 以及操作建议 那这档神盾 2月9号 278卖因为转弱了 那这个卖点 确实如同我的规划 它是转弱的 从278卖完之后 一路的回档修正 我直到7月26号 过了五个多月 我才做结尾 为什么 营收倍数成长 底部电高形态突破 出现供给的新低量 当然要买啊 对 买在205.5附近嘛 市价买啊 营收年成长率高达758%嘛 所以一档个股 如果它基本面 你看到是未来成长力道 该低阶 该加码 记住 跟上动作 所以7月26号 神盾 205.5买 买了之后 充高来到260 买个时尚花你205万 50万 掌握在手里面 结束了吗 结束了吗 8月7号 这里拜一嘛 我告诉你 我一张都没有卖啊 所以神盾 我都没有卖啊 那今天它 杀下来呢 你怎么看 其实在昨天的节目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有低点要会上车 目前它因为涨太凶 被分盘交易 那分盘交易 通常量会缩嘛 那量缩整理 都是一件 很合理的事情 而且我 特别的提醒你 不排除它会回档 我昨天 你们一脚的分析啊 所以我告诉你 有低点要会上车 对我已经告诉你 我没有卖啊 我舍不得卖嘛 因为这次的一个神盾上涨 巨额的攻击量 已经出来了 它不可能 一波就结束 加上我对它基本面 依然看好啊 7月营收 你看一下最新的一个数字 一样成长倍数 370% 所以营收 每月在成长 今天股价 因为受到大盘的影响 而回档 我昨天已经给你 很好的一个 操作建议了 有低点要会上车 今天235再买 利用大盘跌140点嘛 10点11分神盾 直接试驾加码买进 新会员当然跟着动作 5分钟交易盘嘛 所以会成交在10点15分嘛 235啊 买在235 这是我的一个加码动作啊 那围盘 240啊 所以整个一个操盘的节奏性 如何在一档股票的发动点买 那发动点没有买 下来再度的跟我承接啊 利用它在量缩回档的过程当中 这是难得的机会 又刚好 遇到这样的非经济利空 让台股重挫嘛 这时候不买 你什么时候买 4月分行情 去回顾一下 我是不是 平常这样跟你讲 因为这种非经济利空 不管是什么导弹危机 还是四射飞弹 还是两个国家的元首 好像风子一样 在那边你一言我一句的 让整个全球的股市 动弹不安 都跟经济层面没有关系 记得要买啊 而且要大胆的勇于承接 4月份的行情 自己去回顾一下 这样上去1000点 工业电脑华安 当时我给你分析 六言说新高 对 那我看好它的原因当然是 它目前取得欧洲资讯系统大厂 SMT28%的股权嘛 下半年SMT的业绩 会溢注到华安身上 这个看法到今天为止 我都没有改变 三角形收定形态突破 当然要买啊 会称为股王 鸿海集团的 它一定有破断行情 7月18号 402开始买 没有买到的 406.5 市价买 11我还在加码 买进加码爆破段 是我华安给你一个操作经理 我讲了好几遍了 所以当7月21号回档啊 然后11 4.5 趁大盘跌 再低接 21号我已经做出这样漂亮的动作了 这讯息都给你对时对价过了啊 417再低接啊 所以我至少已经买了三笔单 这三笔单一定赚钱 因为股价最高涨到477 目标价没有到 所以我没有卖 这几天 回档三天 我持续性看好 我持续性看好 你看一下华汉的7月营收 一样是创新高 年成长了180% 比6月营收更惊人 6月营收 不过跟去年比较成长28%嘛 有的时候SMT 它的营收夜期到华安身上 所创造出来一个数字 一定会越来越亮丽嘛 所以7月营收当然会创新高嘛 而且成长率 已经高达180%嘛 股价连跌三天 那是买点 不是卖点 那是买点 不是卖点 大盘连跌三天 这是低接的时机 不是乱砍股票的时机 刚刚已经给你看过了 这一条叫季线 往上叫做助长 另外一个重点呢 多多行情 还涨啊 还涨几跌啊 难得啊 三天跌300点耶 平均跌100点耶 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 你当然要再度的把握啊 不过每次 当股价还没跌 你都会自己预想说 这一条股票 像老师店上讲得好好的 如果下来我一定要买 那真的下来呢 真的下来呢 你又没有出手低接嘛 所以整个华安 我今天在9点52分啊 告诉会员 我一档三天来到月线支撑 趁盘面利空 在437附近大胆买 你看看今 当时候的一个价位433啊 我发完信息之后 股价就掉下来了 所以437附近 保证一定成交啊 机会买的位置更低啊 大概都在433以下 都在433以下 我把参数改一下嘛 你看一下 今天一个华安啊 是不是打到月线 三天叫转折啊 转折来到支撑当然是买点啊 那不是这样呢 所以今天华安 在437附近大胆买 9点52分啊 发完信息之后 股价几块钱 433啊 对全国会员做见证嘛 对最低 曾经还来到 426.5耶 所以买在这个相对低档位置 尾盘几块钱 444.5 今天你跟我低接437的 你会赚7块半耶 今天台股是跌140点 拌不是弃 但是一档强势性的个股 在今天大盘重做的同时 它会给你机会 你要把握机会 就好是负责创造机会 你一定会赚到可观的财务 今天是关键性的一天 今天是关键性的一天 我已经讲过了 昨天特别跟你讲嘛 大盘涨成这样 1300多亿 这两天回党修正 1100 1300多亿啊 有爆量失控吗 如果都没有 这个盘安全safe 好好的跟我来 把握低近高出的原则 该卖的股票 是礼拜二之前要会卖 不是今天随便卖 随便卖 你明天就接不回来了 环球金 细经元的 当时候六亿收成长率208%嘛 我一档五天 这叫转折买点啊 上礼拜买在247 定价啊 讯息时间交易都跟你对过 保证一定成交嘛 247买完之后 有没有冲高来到282 我长线基本面我当然看好啊 因为细经元的报价有机会涨到明年第一季嘛 但是该如何VS面对技术面的修正嘛 知道要修正了要不要卖 要不要解码 所以整个环球金已经告诉你技术面会修正了 所以呢该解码位置是礼拜二啊 不是礼拜三啊 昨天盘中重座差一点跌停板耶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接回的几率很高 整个环球金 你看一下 7月营收是不是又创高了 年长率是不是继续成长三位数字 所以呢 目前环球金 它的风险已经很低了 该低接就跟我低接 你在客气什么 对不对 今天股价表现很抗跌 为什么那么抗跌 营收数字会说话 好不好 细经元的报价 你已经看到它让环球金的业绩层面 1月份到6月份嘛 都是三位数字成长 目前今天最新的7月营收 还是三位数字成长嘛 所以呢 来到相对低档 风险已低 该低接跟我低接 这个行情不会太难 只要你把握住一个原则 也是我昨天跟你讲过的 每次大盘回档下来 要会买 每次大盘上去要会减码 你只要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低进高处的原则性 相信这个盘 可以让你创造的是财富 而不是风险的承担 休息一下 再回到今天现场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蔡老师 一八八 三倍原梦 通过一档股票 就创造一倍以上利润 下一拨三倍股票 让蔡老师 帮您原梦 原梦师傅撑线 零二 二 二 七五二 五八六八 二 七五二 五八六八 现在参加蔡老师 三倍会员 马上送您技术班 即将开课 请尽数把握 立刻不打 恰群撑线 零二 二 二 七五二 五八六八 蔡老师 一八八 三倍原梦 通过一档股票 就创造一倍以上利润 下一拨三倍股票 让蔡老师 帮您原梦 原梦师傅撑线 零二 二 七五二 五八 二 七五二 五八六八 现在参加蔡老师 三倍会员 马上送您技术班 即将开课 请尽数把握 立刻不打 恰群撑线 零二 二 七五二 五八六八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图掘一切草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运气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巷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成效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肝染灯隔热 大家一起来清除支撑纭 盆栽底盘宠物饰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浊 落沟屋顶排水槽 每周清理不阻塞 菜园除水桶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瓶瓶罐罐药倒干净 再回收 预防灯隔热 清除支撑纭 大家一起来 Action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瓶盖骨的康控 如何创造一倍以上利润 相信这个过程 大家已经看了很清楚的 一个节目的内容 在7月29号 215卖四波段 单利计算138% 负利计算扣掉成本222% 这是我们的操作经历 那在7月25号 我多做了一趟 卖在225 这累积五趟的一个绩效 那225卖掉了康控 今天股价当然会受到 大盘影响而重挫 往下落就140点 康控剩180 从225的卖点到今天的180 差了大概45块钱 你看到什么数字 你看到7月营收 继续的创高 而且年成长率高达159% 比6月营收更高 6月营收跟去年比较 不过成长118% 所以这个数字相当的漂亮 相当的漂亮 自己看一下 7月营收跟6月营收来比较 成长大概890% 你们看到3字头并6字头 那现在股价跌下来 要不要留意买点 我们所创造的一个绩效利润 大家有目共睹 我就不再赘述 行情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非经济率空 一旦出现 比照办理 以后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天重做就买 就布局 不要害怕短线的集叠 短线集叠 你或许 消息从承接 或许短线 不会看到绩效 但中长线格局 你只要选对一档 优质的股票 他给你的是利润 好不好 所以可成 跟郁金光 我在上个礼拜 就已经调节了 不是今天 今天可成 剩362.5 今天郁金光 剩322 上礼拜你有看我节目的 其实还有更高的位置 你可以选择站在卖方 就是因为你高档有卖 那接下来资金怎么运用 买郁金光呢 还是买可成 这就要我看 会所谓的资金配置的效用如何 我给会的持股 就两三档 所以接下来 这股票该怎么进场布局 我当然会看 哪一档股票 接下来后市会涨比较凶悍 那就是我今天要考量一个重点 我绝对不是乱枪打鸟 建一档挨一档 希望我们这边 对会持股的一个照顾的用心 你可以完全来体会 所以你看一下可成 从4月25号 304开始买的 当时不在低档 我们邀请你进场 5月份 318还在买 6月份第三笔单 359.5还在买 沿路的买上来 因为它支撑月定高 因为基本面 瓶盖股很棒 目前都在拉货 所以你接下来看到 这些瓶盖股的 第三季的业绩数字 一定都很棒 那现在股价跌下来 现在股价跌下来 是不是第一阶的时机 所以该卖的位置 我们在7月19号 可成376有卖嘛 就卖给你看啦 讯息都给你对时对价过啦 7月19号的可成你加 卖完之后 这边不接嘛 我说这只是反弹啊 反弹上还会再下来嘛 所以我在这天接回啦 8月1号嘛 对不对 7月19号 自己看嘛 376卖嘛 没有错吧 8月1号 长虹吞噬起掌讯号 364买回啊 8月1号这边接回嘛 因为ABC波修正完毕 又出现一根长虹吞噬的讯号 买啊 这种K线战法不难啦 在今年度技术班 一样会教会给你 只是说 今年度的一个技术班 我要传授给你的是 如何将这些技术分析领域的内容 融会贯通 运用在实物的操作 这样你的战果才会扩大 风险才会真的降低啊 如果我是技术班 照本宣科 把我这一本超完新华内容 把你念念 你不用来听课 你就自己带回去看就好啦 所以我会把我将近20年一个超版新华 独门绝招交给你 因为电子上有些东西我真的是有留一手啊 留给我们会员 留给我们的学员啊 所以整个课程 8月1号364买回啊 第四笔单嘛 上礼拜是382卖啊 当天有利多嘛 外资有人调高他的目标价 调高到500嘛 所以我382就卖了 这样也有18块钱啊 上礼拜四啊 卖在382 这个位置啊 823号382嘛 卖完之后有没有更高的位置 最高还要399耶 你一定认为我卖错啦 当然我也希望说每一档股票 我们都可以做到很完美的境界 对 卖在390几嘛 那不是更好吗 但是事实 不竟然会是如此嘛 只是 只是说我们对一档股票的操作 该如何低接 该如何卖出 至少我尽心尽力 做到帮会员创造的一个利润出来吗 376有卖出之后的一个364买回 我会让你知道 那买回高点就是要卖嘛 这样不是18块钱也不错啊 卖完之后 我就跟你讲过啊 上礼拜你还有383 资上的高点让你卖啊 没有错啊 最高还要399耶 所以这边都很老卖啊 不卖今天就达到362.5啊 今天是不是升362.5 所以严格来讲 这382的卖点 应该也算对啦 只是说没有那么漂亮啦 所以可成 今天362.5嘛 是不是差了20块钱 所以不管是可成啊 还是郁金光 我今天只要出手进去 那个赚钱的机率太高了 但是重点是你高点也没有卖股票 今天大盘跌140点啊 你为什么会受伤那么严重 因为高点你都不会卖 你股票就看着它上 看着它下 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动作 白忙一场 白做工 很多人都是如此啊 更可可惜的是 有些人股票 本来 哎 赚了一大坡 真漂亮哦 但是高点没卖 下来变小赚 小赚又舍不得卖 下来变小套 啊 赚钱都不卖了 小套怎么卖 结果变永远的套牢 很多朋友犯了这样的毛病 操盘的一个策略 如何趋吉避凶 如何赚取应该赚的利润 避开回挡风险 需要我这边来帮忙的 你不要客气啊 今天跌640点 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比较受伤的 大部分人是不喜欢看盘的吗 眼睛污住 鸵鸟心态 呼呼的定来 这样你永远没办法进步 我们给你策略很明确啊 这盘不会太难啊 跌300点了耶 从去年度的下半年开始 我说这个盘只要跌幅 超过300点以上 通常你来跟我布局 都是一个利润的一个 绩效的一个展现 郁金光 7月19号368卖 当时候三比单86块钱 卖掉之后 21号我告诉你 7月6号的红K有支撑 7月6号的红K 就是这一根嘛 这一根有支撑啊 我卖在高档368这个位置嘛 卖完之后下来 我在28号告诉你找买点啊 28号的郁金光是不是已经来到这一根红K棒了 所以这三天其实都是一个介入的时机嘛 那28号因为他已经三天不破敌了嘛 这一根本来到7月6号的红K之撑 三天又不破敌 335附近接回嘛 所以你高点有卖 不然你就怕什么 368卖的啊 当天利用的是台股 大跌85点嘛 335接回嘛 时章差了三十几万耶 这不是价差吗 335接回之后 8月4号360卖 这笔单是不是25块钱 335到360嘛 四笔单111块钱嘛 没办法过高360我就卖了啊 这你看到我上个礼拜五 郁金光卖出的动作啊 那接下来是不是有更高的位置 有啊 这边也可以卖啊 如果你都不卖就掉下来了啊 他真的没有办法过高嘛 没有错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360卖出的郁金光 昨天礼拜二回档来到351啊 接下来就是要怎么低接回来而已嘛 如果你高点没有卖 你等几套而已嘛 是不一样 最近的郁金光最低打到322 所以上礼拜我这个卖点360 也是不错啊 相对高点减码 今天322 差几块钱 差了38块钱啊 我尽心尽力了 我尽心尽力了 在一档股票的横向区间整理架构 创造出100块钱以上的一个利润出来 所以这盘不会太难 今天该低接的大胆买 明天当然还有上次的机会 这档传产股 是我最近极力推荐给你们的 因为它油亏转盈 大转机 一档股票如果转机确立 股价的爆发力通常非同小可 你看一下 今年每月运收根据比较成长两位数字 你看一下形态上的一个突破 今天因为大盘跌140点嘛 策略没有改变 你要懂得弯腰紧算石 不是只有这一档油亏转盈的传展股 另外其他的一个相关基本面的一个 大幅度成长空间的力道的个股 今天把握低接买进的时机 面对台股今天跌了140点 如果你的问题让你没办法负担的 你找不到人帮你解决的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金老师负责帮你解忧代表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谁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好时间人好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系点兼线上直播上当时 分析师精准凡事解析 虽算虽看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排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